一年有四个季节 春天 夏天 秋天和冬天 春天天气很舒服 不冷也不热 夏天比较热 一般是八十度到九十度 有的时候九十多度 秋天是最好的季节 不常下雨 冬天比较冷 有时候下雪 可是雪不太大 住在Pittsburg不错 Tool 谢老师是上海人 他以前住在上海 春天的天气比较好 可是到了四五月就常常下雨 有的时候很闷 夏天很热 一般是三十度左右 下午 下午常常下雷震雨 有的时候雨很大 秋天很舒服 秋天很舒服 不冷也不热 冬天 冬天虽然不下雪 还好不太热 还好不太热 一般八十度左右 冬天冷不冷呢 冬天比较冷 常下雪 Four 你知道不知道北京夏天热不热 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在北京住过 我听说夏天不太热 一般是多少度 一般是三十度左右 是摄氏三十度对不对 对 华氏九十度左右 冬天一定很冷吧 是的 冬天经常下雪 有的时候雪很大 北京人家里有没有暖气 有 Five 你以前住在哪里 我以前住在台北 我听说那里夏天很热 是不是 是 不但很热 而且很闷 常常常下雨 夏天是不是还有台风 对了 夏天经常刮台风 台湾一般人家里都有冷气吧 是的 大多数人家里都有冷气 也有的人只有电风扇 那夏天不是很难受吗 还好 我们都习惯了 那是最终的 订阅12 好